嗨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熬雞湯 用雞湯製補你的人生態度 今天題目是清清新古希流11 戰勝恐懼 雄士來臨時很多人才開始想賣股票 投資要留有餘裕 古希流文的18 那有朋友在問說 那古希流文的前面1到7在哪裡 大家可以自己去放殼子找一下 那這文章已經散播了 在文章的內涵內 也在各集書內 因為我真的已經記不起來了 內容作品太多了 大家自己去查 我可能有打過 古希流文你去查古希流文 接著我們來看 我們古希流 其實不是只有到11啦 後面還有好幾集的內容 只是還沒有做完 所以我目前只放到11 這一集叫做戰勝恐懼 雄士來臨的時候 很多人才開始想賣股票 尤其像我們現在錄製時間是9月5號 在9月4號台股有一個跌一個999 純金999點 是不是很厲害 控盤控到這個程度 想賣股票 那時候那天是不是有很多人想賣股票 這代表說你本來的投資策略 很容易受到盤勢的影響 我記得我在那天我也貼了 那天跌多少錢 也是6位數以上 各十百千萬 10萬6位數以上 貼給我們社群朋友看 所以常常這個漲漲跌跌 真的是不要太在意 你只要相信你本來投資的標的 他是長期趨勢向上 本來作為股席流設計的那一部分的投資組合 你應該用什麼心境 來去面對盤勢的恐懼 我們這裡把重點focus在 作為股席流設計的投資組合 不是講說你那個短線波動操作那些 這個不在這個討論範圍 是講假設你有做股席流設計的投資組合 要用什麼心境來去面對盤勢的恐懼 所以你看 近期台股的盤勢動盪非常的嚴峻 有很多朋友你一下開心一下哭 一下就覺得上班不想上了 就想怎樣不幹了 你可能是賺太多就不想幹了 還有那種可能是你坐不下去 坐在辦公室裡面就愁眉苦臉 就覺得這怎麼盤疊 我看有些朋友好像會這個樣子 但是在我們節目社群 很多朋友什麼興奮想要加碼 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人是不是很奇妙 大家都愁眉苦臉 就他們最開心 我們社群朋友心理素質非常強健 持倉心態很有意思 其實行情好的時候 大家很喜歡加長 大家可以去觀察 如果近期行情好 越買越賺 帳面賺了很多也不想賣 為什麼 就覺得後面還會再漲啊 如果你以股息流為設計的投資組合 很多人會想要在股票績效上 琢磨很多 也可能常常想要炫耀績效 可是 假設你是以股息流為投資組合的標的 你常常去看他的績效 可能也不是重點 因為你的重點就是股息流 反而不是這個標的的績效 當然有朋友會講 重點還是要看總投資報酬 這固然沒錯 但是我們在做股息流的投資組合裡面 其實他只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長期趨勢向上這件事情 長期趨勢向上之後啊 基本上他是賺多賺少 但是要達成你的股息流嘛 這才是你設計這個組合的真正目的 當市場遇到盤勢走跌 反而很多人就開始想要去調整倉位 換換哥又出現了 比如說 9X6 又換9什麼5 對不對 對不對 開始在換來換去啊 開始把跌多的標的陸續出清 還要一直罵對不對 這個9XX超爛 開始罵 要罵然後一邊罵一邊出清 也不在意當時 當時你為了股息流設計的內容 反而只是因為害怕跌幅加劇 做大局出清 轉換標的 其實我覺得換換這件事情 它本身不是一個錯的事情 只是說換換這件事情 應該是你在做實驗階段去做 為什麼 你這個東西你又不知道好不好 你要持倉看一下自己的投資體驗 於是設計 實驗的標的的組合 比如說你手上可以買個100張 你就買個5張10張試試看嘛 持倉一陣子去看看 你比如說你很care它的配息的狀況 那你持倉的這幾個月或是半年 甚至一年 你感受一下你對它滿不滿意 你再來決定你要不要大舉持倉 比如說你就再決定 把剩下90張打進去 分批打進去也是ok啊 但是而不是說 在跌的時候 你才在想說 我現在這個手上這 比如說1000張我不要了 就換別的 這就很奇怪 你就會浪費你自己的資金運用效率 再來就是奇妙有現象同時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你所持有的股票它其實是 比如說我們這邊舉的例子是ETF 或者是個股當然也是啊 就是它是真實有價值的資產 就好像你持有台積電股票嘛 800到1000元 其實它也不過就是 2024年5月到7月 端端兩個月多了200塊 但是從1000元跌回800元 也不過就是7月到8月 一個月的事情 難不成台積電這麼厲害 獲利能力它變化這麼大嗎 好像也不是嘛 大家都知道半導體的製程 它通常都是要提前半年以上 就要開始佈局下單 它要做這個生產早就已經規劃很久 不太可能在短短的幾個季度 就開始做一個大局的轉換 那這個是有困難的啦 那市場的價格跟價值 常常未必匹配 這個跟人性 這人性跟價格還是價值 你就是要見仁見智去思考 這個持倡心態很有意思 這裡就舉例啦 用Google的截圖去看 在5月10號的時候來到800點 在我們做這份文稿的時候 是8月27日是942點 你看這個短短的期間 這股價的變化 其實也是很顯著的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啊 投資要留有餘裕 你才可以戰勝恐懼啊 有時候人生不要太強求 一定要資金運用效率做到最滿 很多人他的主意是這樣 我看有些社群朋友也是 資金效率用到超滿 能借都把它借光光 或者是把自己的財務啊 逼自己的財務 比如說你要存很多錢啊 比如說你要拿出很多錢來投資啊 把自己逼上一個很嚴峻的路上 他不是說不行 而是說我們還是要過人生嘛 你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人生搞得這麼緊繃呢 資金一定要用到滿了 說實在的留點餘裕不好嘛 重點還是要把自己的人生過好 人生只有一次嘛 那你要為了不可知的風險做準備啊 即使帳面不好看 心情也不會太沉重 比如說你本來可以投資100塊 你就真的要把100塊全部投進去嗎 你可以好好思考 比如說我就拿個60塊70塊來做投資 難道不行嗎 你想要他資金運用效率高一點 其實他方式有很多 不見得都要在高波動標的裡面去打賺嘛 損益郵政繁富啊 我曾經看過一個朋友的故事 他提到股票大跌啊 真是難熬的一周捏 這個損益郵政繁富啊 他還把過去幾年賺到的錢都賠進去 這個導致上班不專心 工作出錯被老闆罵 工作休息時不想跟同事講話 人心情操門下班只想早點睡 昏昏沉沉 晚上又看美股更難以入睡 大家很奇妙 像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社群還有人一直在看美股 趁反彈的時候趕快 我說有些人啊 他可能在幾波跌幅的時候 有反彈就把股票賣掉 這個朋友反彈的時候把股票賣掉 突然鬆了一口氣啊 啊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有幾個問題點啊 因為這個朋友他本來買股票很焦慮 他過去本來有賺錢 但是因為這個跌幅導致賺變成賠 就覺得難過 再來就是整天心情很差 又到處要看股票新聞跟討論 就看了更難受 工作也沒有心 我有觀察到 在盤勢很差的時候 你去看有些社群 有些人就開始吵架 針對標的好壞在那邊吵 還有人講 你不喜歡就賣掉嘛 幹嘛買 對不對 也有人說 這個很好啊 怎麼要賣呢 對不對 大家就開始吵來吵去 就因為大家心情很差嘛 跌幅嘛 再來就是啊 股票虧損了 但是出清後突然鬆一口氣啊 在投資當中啊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尋找那個交易審碑 或是找尋暴漲 或是一飛沖天的股票 其實反而是 你在投資的經驗當中啊 尋找自己的投資個性 在投資的過程當中啊 培養自己的投資的體驗 要有良好的體驗 跟正確穩健的心態 你才有辦法做出好的交易 即使再好的東西啊 你hold不住 那也是白談啦 所以心態一定要先穩固 有很多人很奇怪 他先去學各種武功招式 可是心法不學 心法不學的情況底下 你只會那些花裡胡哨的功夫啊 其實真正的核心重點 那個心態沒有 你有再多錢啊 也是打水漂 你根本就hold不住賺不到錢 如果你要尋找 績效超好標的去投資 就代表萬無一時 那其實你在 熊市裡面 也不會有這麼多 令人傷神的情緒反應 殘疊可以承受多少虧損 那有些人會講啊 這個存股應該是越跌越買 但是真的 你要做到的人也不是這麼多 合理上要設計一個 自己可以接受的浮虧值 在投資心理上也是一個重要事情 一個持倡的策略 那當然你也可以決定說 我都不要賣 也有 也有人是這樣子想的 但是如果 你要符合自己的人性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允許自己設一個停損點嘛 那不然如果你要執行這個策略的人啊 你沒有辦法堅持達成 其實策略再好也沒有意義啊 往往大家要提到說 判斷承受可以虧多少 但是當行情很好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可以承受跌幅很大 比如說 我50%OK 跌50沒差 但是你真的出現熊市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20%虧損 你就受不了了 那這個虧損承受的%數啊 好像是看心情而定 有沒有練化的方法 那這裡有幾個方式 可以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比如說 你可以通過每月投資的金額 來判斷接受虧損幅度的大小 那這個比較適合說你每個月薪資固定啊 也有部分固定的資金做定期定額的人來看 再來就是你可以通過年收入來看 去判斷虧損程度的大小 那每月薪資不固定的朋友的話 你還可以去做其他方式啊 接著就是盤點 你已經有資產來去計算 總虧損的佔比 有多少虧損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第三點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如果你怕浮虧過大 其實在使用高波動的標的上 你就一開始在資金比例上就做好管控 比起你後面在那邊煩惱還有用 為什麼 比如說你都知道這個波動的標的標準差超高 但是你很想要賺這個機會財 你覺得長期持有它 比如說你長期持有它 你覺得在這上面去 附件你的股息流是很好的 那當然是ok啊 問題是你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你就不要這麼多資金比例在上面 那於是當你遇到熊市或是盤跌的時候 你所承受的波動 這種跌幅啊就不會這麼大 所以你一開始設計好 在後面的時候就不會有這麼多煩惱 我們通過啊 熊市當中認識自己 你可以通過觀察股市大盤或是標的 去思考跌幅對自己的影響 這是自己內化的一個過程 再來就是你要把時間拉長來看 但是你要多長 這個時間呢 是見仁見智 你有一個自己的答案 價格跌幅影響 當然隨著時間拉長可以跌 可以比較小一點啊 比如說你拉長個 比如說你本來在投資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用更長的時間維度 來看你的交易週期 再來就是累積報酬率固然重要 但是你要維持一貫的投資步調跟方式 我認為啊 大家一定會去微調自己的方法 但是你的組步調 組的策略應該要keep不變 比如說我本來就是做股息流 我像我個人方式我是低波搭配 為重點做股息流的一個投資組合 那我就要維持自己的一貫投資的步調跟方式 不是說不能做高波 而是那個部分的部位不會影響到 這個做股息流的部位 甚至比例也沒有這麼高 不會影響到整體組合的標準差太多 這是我的一個維持步調的方式 跌幅出現的時候要怎麼才可以回本 這個表啊過去急速內容應該有給大家看過 當投這部位跌幅到20% 要漲到25%才可以回本 那超過30%的時候要42.9%才能回本 當你超過50%的時候要漲回100%才能回本 這個幅度啊其實難度很高 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我們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出啊 當跌幅你如果沒有控制在一個幅度當中的時候 那你需要漲更多才有機會可以回補回來 你本來的這個部位嘛 所以剛才有提到你在盤跌當中 應該說你在設計投資組合當中啊 你可以承受多少跌幅 這個停損點自己要去設計好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是打定主意就不要賣股 那當然OK 但是你要真實的問自己 你能不能做到 神奇的AI來解答 我們來看一下盤式最好的跌幅的時候啊 盤式最好的策略 AI有給了幾個建議啦 這裡面有講什麼保持冷靜啊 不要恐慌啊 回顧投資計畫分散投資 定期定額價值投資 那還有諮詢專業的意見 不行就趕快去問一些財經網紅 看一下盤式怎麼樣 其實這本來就沒有正確答案 我覺得AI也蠻聰明的 這本來就沒有正確答案 其實比較好的策略是啊 分散投資定期定額 大跌的時候保持冷靜 為什麼很多人在大跌的時候 要嘛就是很興奮想要趕快去撿 要嘛就是異常的悲痛 就趕快賣光光 很多人是這樣子看情緒做操作 而不是依據策略 跟你自己的投資步調做投資 如果你是沒有辦法控制情緒的人 我就建議你就完全定期定額 根本就不要用自己去單筆投入這件事 定期定額難道就不能夠大跌加碼嗎 不會啊 你可以用某某券商 他有跌破季限多少%的時候 他會把你定期定額的金額加重 加多一點 比如說本來定 定期定額扣3000變扣4000 這樣你當然也可以操作啊 就你遇到那一次 比如說盤勢走跌的時候 他定期定額就自動幫你做加碼 這就是通過定期定額 來做加碼的一種方式之一 盤跌最好的策略 首先就是你要先保持情緒的冷靜 你接著再思考起你的投資組合部位 有哪些是在這次的跌幅跌勢當中 不是跌最多的那一天就開始做 而是跌了一個趨勢存在的時候 你開始去思考有哪些事我有機會 在部件上面可以做更好的墊倉 那你在這個期間內去做加倉的動作 但是做這件事之前啊 首先要先有良好的思維跟計畫 你要先想好 比如說我預計某個標的 在跌幅出現多少的時候 我要陸續進倉 或者是我要定期定額加碼 或是分批的次數多一點 這些都是在盤跌的時候 可以去運用的策略 那如果以零股息為目標 當市場遇到大跌的時候 該怎麼做 其實神奇的AI 他也還是講嘛 要冷靜分批投入降低成本 利用股息再投資 長期持有耐心忍耐 其實這些都是老調重彈的東西啊 我必須得講 再好的久 你也要時間沉澱啊 你何不給自己跟標的一個機會耐心等待 長期向上的標的 你才會想要選來投資嘛 遲早會換你公道啦 那至於其他的文章內容 時間不夠強的部分 我們會放在方格子溫稿當中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去搜尋 方格子威力財經角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次再見